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刘晓飞先生 请他来分析一下在这一次的俄罗斯的突袭当中 俄罗斯巡航导弹究竟它的表现如何 这两天打完了以后 我有感觉好像双方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合格 比如说从拦截来讲 乌克兰方面说拦截了很多 但是这个拦截数据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不敢去承认 这有一个数据 乌克兰官方说第一天俄罗斯发射了一共83枚导弹 乌克兰拦截了43枚 当然了其他媒体有的认为说是100多枚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193枚拦下了43枚导弹 这个数据其实也不熟了 他说拦截数量基本是指基辅周边的那个点 因为我看到网友视频就是有拿肩扛的导弹把一个巡航导弹拦下来了 但是这个拦截从巡航导弹防御来讲本身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因为巡航导弹拦截表面上看低空低速 好像是拿个高射机枪拿一个防导弹都能给拦下来 但是它其实最难的难点不是拦这个阶段 而是在航路预判这个阶段 因为它本身飞行高度是不算很高的 你只有在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雷达监测网络的体系下 才能够及时的判断出这个巡航导弹什么时候起飞 飞到哪了 会达到我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曾经在相关的位置上 这个充分利用我的这种防空体系 而且导弹飞过来之后 你再调整防空体系的位置是来不及的 而他说能够拦截这么大的拦截比例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是给自己提高一个士气 因为我们很难看到说基辅周边 是不是真有这么强大的防空火力 当然如果说它是做到的话 那有一个条件是可以判断出来为什么做到的 假如说俄罗斯巡航导弹发射方向相对单一 我可以在一个扇面上 集中的部署我的防空火力和监测体系 这是唯一的可能 然后我们再说俄罗斯巡航导弹这方面 现在我看网上很多人争议说 俄罗斯巡航导弹打得很准 有时候打不准的 但是不管是准还是不准的 可能都有些问题是需要去回答 比如说他说是打得不准 现在我们看到是打得不准的话 有一个需要特别解决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会不准到这种程度呢 比如说第一天打的几个目标点 怎么就落到河边那个公园去了呢 从周围的有价值目标 跟这个落点来看 它的偏差点没有几百米说不过去的 可是俄罗斯对了公布的那个口径导弹的 原概率误差很高 只有五米 那就说明它的原来的数据可能是有问题的 而这次打到城市里边的话 有相当大的几个点 比如说儿童牛肉场那个点 周边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目标 这说明它的整个制导体制可能是有问题 它的制导体系 从数据上来看 有指令制导 惯性制导 还有雷达制导 而这些东西 对一个固定目标来讲 如果加上它的地心匹配 应该是非常准的 不就再看这个问题了 指令制导一般是用在 比如防空导弹 它是射程比较近的时候才用 射程一旦远了 指令制导没有使用的 所以巡航导弹 我们第一排除指令制导 先不用说 第二雷达制导 目前也没有看到口径 或者是101这样的导弹 它具有雷达制导的东西 所以像哈101这样的导弹 就是打到公园波兰桥边上的导弹 它的偏差量大是正常的 那么如果口径使用了 也有这么大偏差量 那就不太好解释了 口径的偏差量 在它公布的数据里面算小的 伊斯坦达尔的 它自己公布的偏差量是30米 看来所有这些打击导弹里面的 误差都大于30米 伊斯坦德尔还好一点 因为它飞行速度快 飞行时间短 它的飘移量就小 但是你让一个射程 大概在1000公里以上 是两三千公里 它飞行时间长 那个飘移一积累 误差就大了 那是不是和俄罗斯当前面临的 先品困难有关系呢 这个恐怕也不见得这么去讲 因为芯片拿到手之后 去从事一个武器研究 那么从研究开始到武器能够服役 中间少说得十年 就是俄罗斯能够拿到的任何一种武器 它使用的芯片 也应该是十多年前设计好的 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 像101导弹经过解剖 它的导航装置 比如PG-2M那个东西 那个很古老的亲人的导航设备 它谈不上使用烧级芯片 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可能最近加大了生产量了 因为隔了那么多天之后 突然也有一百多枚的导弹 打到乌克兰了 说明战争期间 它的生产恢复能力加快 这一点倒看出来 俄罗斯它还是有一定的 军事工业的基础的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络面临面》 下期我们再见